就有開放,Google裡面查一下所謂的開放資料,你就可以查到 其實政府機關的很多是開放資料 比如說有哪一些是開放資料,各位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公車路線 比如說你想要做一個公車路線圖的話 或者是有哪一些停車場相關的訊息 這邊都可以找得到更多資訊 有沒有 那還有什麼出入口啦,其實這些都開放資料都可以拿來用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,我要找一個旅館相關的資料,其實這一題就是從那個網路上面,台北市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裡面,然後我們搜尋的話,去搜尋什麼,搜尋旅館兩個字 然後搜尋到之後的話,其實就是我們要的這個資料,我把它打這個旅館好了,其實你們可以查一下旅館 旅館 按搜尋 OK,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,這邊有個叫什麼,台北市 的旅館資料庫 點擊之後的話呢,那這邊有連結 好這邊連結,連結點進去看一下,其實他這邊有 幾個連,第一個的話就是 連結就只有這樣子 這是什麼 應該不是這個,這個不是我們要的,是下面這個 有沒有,他的format告訴我們是一個json 那你把它點擊開來的話,基本上 他就會直接開起來 而且直接幫我下載 檔案大概差不多兩三百,我記得他四百多K吧 那如果你開起來的話 他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,基本上這個json檔 我用那個 這個,我用nodepad++來開好了 那開起來基本上,他裡面記錄的就類似像 像這個 這邊我download裡面 我把它放到nodepad++裡面,或者你們用那個 祭司本來開也可以的 那這邊的話,我把它 這邊折航一下 自動斷航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json的檔案格式,特別注意,json的檔案格式一定是 中瓜糊開籌 最後面一定有個中瓜糊結束 然後呢,每一筆資料呢,一定是個大瓜糊 對上一個什麼呢,對上一個大瓜糊